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宗平讲法师你好 你好 方宁你好 对 你已经跟随占杜妇仁波切已经有18年了 在这18年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也有看到 占杜妇仁波切跟这个护法多杰熊灯 它怎么去帮助到你 甚至是你身边的人 对不对 那我是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呢 好 在我认识占杜妇仁波切的期间 我就到了港南沙祭寺的时候 在港南沙祭寺里 我就亲身体验了 这个护法神将的整个仪式 然后在这个仪式里面 我认识了多杰熊灯护法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证了佛教护法 还有整个仪式 然后在仪式过后呢 在有一次纪元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诗人的这个 会面跟这个神谕者 然后通过神将呢 这个降神 通过这个降神的这个仪式呢 复法呢 多杰熊灯复法就是亲口就是跟我说了 他说你的父母已经很年老了 你应该要把他们带领来就是接触佛法 然后特别是你的父亲 当时多杰熊灯复法就是只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指示 后来回国了过后呢 我就一直就是在跟随着 开始跟随着 赞杜多顾仁伯介 做他的水生助理 然后在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呢 当时呢 过了不久 我的父亲呢 就在新加坡呢 被证实呢 他得了癌症的末期 是什么癌症 是肺癌 所以我的父亲呢 就是要求我从印度回来 然后去帮他去拿他的医药报导 主要是因为之前呢 在我还没有去印度之前呢 是我就是带他去做这个体检 因为我担心他的身体会有出现状况 那你知道体检的结果呢 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就是直接就是他得了末期的肺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当时我整个人也是很慌张 后来得到师父的这个许可 就是赞都古仁波切 对 赞都古仁波切的许可 赞都古仁波切呢 就是要我直接回国 然后去陪伴着我的父亲 然后我一从印度一回来呢 就直接呢 就是把他从新加坡呢 带他带回我的老家 就是在马坡 马坡 就是在Joyal Hall的那个州里面 不过我没有就是一直待在我的父亲的这个身边 因为 还是要工作嘛 对 还是想 还是在忙着工作 还有一些法务的东西 我又回到了新加坡 去跟随仁波切 去做一些私人的事件 在这一次里面呢 在寺院里面我又遇到了神像的这个遗事 你是说在新加坡的那时候的寺院里面 对 然后你又再次遇到那个匠 就是来到那个匠神的环节 对 我又来到这个匠神的环节 然后父法呢 就是直接就看着我 他说为什么你还就是还逗留在这个寺院里面 为何你还没有回去就好好的陪伴你的父亲 然后呢 就随手呢 就做了一把这个复法的香草 然后嘱咐我 就是说在我的父亲在临危的时候 就要一边的持送他的名号 然后他会来带领我的父亲在过世的时候 让他能安详的过世 还有烧那个香草是拿来烧的吗 对 那个香草呢 是在我们的西藏传统里面 我们有训练供养给父法 这个训练供养 当你有特别的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个仪式 然后通这个训练过养的这个过程 我们祈求父母的帮助 对 后来呢 在后来呢 就是当我再次回去我的父亲的身边的时候 发现其实他很恐慌 因为怎么讲 就是他已经得了癌期的末期 对的 他的就感到面临死亡的那种恐慌 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当时呢 他也要求呢 就是说他要做皈依 然后 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 就这样通过 赞都古仁不记的指示呢 我们在他的房间呢 就设立了一个佛坛 这个要施佛坛 然后要他皈依要施佛 所以在皈依的仪式过后呢 显然的 我可以看到我的父亲呢 就是心里整个被安置了下来 对三宝的诚信呢 跟信心 跟信心呢 也很强大 然后他可以克服 他对面临死亡的这些恐惧 甚至他面临身体的疼痛 无视呢 他都很少去 有抱怨或者是 就是很少有这样的抱怨 然后他也很少依赖这些止痛药物呢 去止痛他身体上的不适 可是之前在 其实在还要早之前 就皈依之前 他其实面临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吧 那时候也需要大量的药物来控制 对 在这之前呢 他也进出医院了好几次 然后每次呢 医生都给他好多的药物 只是在这些药物的帮助下 显然的效果也不是有很大的 没有太大的效用 没有太大的效用 直到他皈依了过后 他的心理素质呢 已经强大了很多 我觉得那个时候呢 他是很勇敢的去面对 他的死亡的整个过程 然后在他的死亡过程的这个期间呢 其实他很安详 也很镇定 然后包括前来探望他的亲友呢 他都可以跟他们诉说 死亡对他来讲 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恐惧 因为他有药师佛的加持 所以如果我一心归依着药师佛 我会很安详的去 这是他对众人的一些嘱咐 所以我也可以看到 他的心理的那个承担的这种恐惧呢 也是很少很少 所以是觉得护法其实是一路有在扶持 他走向佛法这个道路 然后就归依了这个药师佛 所以整个人就变得比较平静下来 对 而且在他就是临终的那一刻呢 就是依照佛法的这个指示呢 一边呢就是燃烧这个训练供 然后就是持他的名号 就是持他的心咒 对 持他的心咒 然后 我的父亲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很安详的过世了 一过世了 过后呢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 战斗骨仁伯杰 刚好呢 他也为我进行了一场 多结雄灯的复法法门 的法会 的法会 去引导我的父亲 然后请求多结雄灯复法呢 带领我的父亲呢 去直接去一个好的地方 去一个好的地方 这整个事件的过程呢 让我可以看到上师 还有特别是 父法神的带领下 如果我们坚信 佛法神三宝呢 佛法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帮忙呢 尤其对这些临终者呢 注入很大的那种强烈的信念呢 对三宝的皈依 然后面临死亡的时候 也很安详的 很平静的度过 好 那就是听了你自己亲身的这个经验嘛 那你自己身边的人 有没有也是同样得到护法的帮助的 因为你毕竟跟了师父整十八年了嘛 那除了你自己本身受到这个护法的加持跟保护之外呢 有没有其他一些人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是有好几件 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 在我们的华人传统里面呢 我们的家里呢 通常都会安置一些土地身 然后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呢 就是他要搬进新家的时候 然后在他还没有搬进去那间家之前呢 就装修了整十个月 而且他把之前的留下来的这些土地的这些 土地神灵的佛坎 土地神灵的佛坎 还有天宫的这些佛坎呢 就是通通从他的家清除 然后疑虑的就是指示这些印尼工人呢 把他丢掉 自从他丢弃的这些佛坎的过后呢 就引起了这些印尼工友呢 面临很多的灾害 问题 问题 这些问题呢 就是包括他们 就是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还有他们发生意外 就这样呢 就这样呢 这位朋友呢 就来请示战斗仁魔界 战斗仁魔界说 他已经是冒犯的当地的土神灵 所以希望呢 他可以的话呢 就是第一要道歉 第二呢 在他的家中世的过后呢 也特地就是设立了土地神灵的神坛 的神的佛坎 的佛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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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定期的做供养 这样呢 请求这个当地的土地呢 的息怒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 师父呢 要我们就是请示我 就是到他家呢 做多结雄灯的这个法会 通过这个法会了过后 然后我们就是 请了这个土神灵 然后安护了土神灵 在这之后呢 整七八年的期间呢 他的家都是很平静 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骚动 你到他的家去做多结雄灯法会 做了多久 其实整个法会的进行呢 大概是整个小时 然后我们还要负责 就是做一些训练供养 只是做一次的法会吗 就做那么一次吗 还是接下去还有在做 接下去其实是我们有去做了好几次 也不是说只有一次 因为怎么讲 我们是在供养佛法身 还有也要一边去息怒这边的土神灵 就是要去安护之前冒犯的土地生灵 对 然后因为这样的严肃 这位朋友也开始接触了佛法身 也开始修炼了多结雄灯的法门 而且这个法门直到今天 他都有继续的修持 就是他也开始修持之后 然后你也去到他的家做这个法会之后 这么多年都一直像安无事了 对 之前可能就还有发生一些事故 对 那其实照你的经验看来 就是你帮 护法本身也帮助了你跟你的父母 甚至是你身边的一些朋友 那你就是很多人你应该也知道说 这个护法很多人说它是个邪灵 很多人说它是不好的 那针对这么多的这些传言 你也听了不少嘛 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会相信这位护法 然后并且坚持他的这个修持法门呢 我为什么会坚信护法的主要原因就是 当他在降神的这个仪式的这个期间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呢 我觉得他不像我们所说的 他是一个恶魔 他是一个很慈祥又有很智慧的一个常者 因为他所说讲的东西就是 你怎样去孝顺你的父母 鼓励你去修行 鼓励你去持修对三宝的信念 通过这样的一个嘱咐 我不认为多杰雄灵护法呢 是一个邪恶的一个护法 所以呢 在外界所传说的一切种种对他不利的这些传说呢 我都不会轻易地相信 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祖父 通过他的帮忙呢 我可以就是用他所教下来的这些方法呢 去引导好像我的父亲在临终前 怎样的安详地去度过 然后去帮助在身边 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的一些朋友 我觉得多杰雄灵的法门呢 是一个值得可以信赖 可以修行的一个法门 其实我们透过谢宗平讲法师的整段分享 我们知道多杰雄灵护法 怎么在这个十多年里面帮助他 甚至帮助他身边的人姐姐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也看到多杰雄灵护法 如何在谢宗平讲法师的整个修行道路上 让他对上师跟对三宝甚至是佛法 有更大的这个信心 让他从一个二十多岁 当时候他跟随仁波切的时候二十多岁嘛 就从那个二十多岁 什么对佛法都不太了解的人 到今天他可以作为一个 可以跟大家分享佛法的佛教讲法师 这我相信是谢宗平讲法师 在整个修行道路上最大的一个进步跟突破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谢宗平讲法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